吴昭仪 吴昭仪 下毒害我的人 可是皇后 我只能说 皇后娘娘的嫌疑最大 但是我并没有缺逃的证据 昭仪 奴婢再过七日就要死了 思谦 能否拜托你一件事 只要是我五妹娘里所能及的 我一定帮你 回想我这一生 着实算不得幸运 自有佳癖 入宫也没有过上好日子 好不容易有了忠儿 过了几年惬意的时光 如今又被皇后看上 杀我夺子 我对这个世界 已经没有什么留恋了 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的忠儿 我不想她再杀死我的凶手手中长大 皇后心狠手辣 对忠儿又能有几分情意 不过是利用罢了 放眼整个后宫 唯一能够接受忠儿并善待她的 便只有赵仪宁了 便只有赵仪您了 奴婢恳求您 在我去世以后 能够收留忠儿 好 我答应你 奴婢 奴婢谢过赵仪 可是你要知道 皇后想要过继忠儿 已经是蓄谋已久 志在必得 若是不扳倒她 我要想收留忠儿 简直是难如登天 可是如果想扳倒王皇后 也许 我们只有唯一的一个方法 若是要你牺牲你自己 你可以吗 不过只剩七日的命而已 还有什么好纠结的 若是能帮到皇后 奴婢也算为自己报仇了 碎死无憾 奴婢只有一个请求 就是在我过世以后 昭仪能够善待忠儿 莫妖忘了自己的承诺 我 为娘 一定不负所多 奴婢谢过赵仪 我该怎么做 答应皇后 答应皇后 告诉她 你答应她 将忠儿过记给她 我要你寻找一个机会 以此 可以进到立正殿 与皇后见面的机会 不负所 不负所 武昭仪说 前去立正殿时 请务必带上此物 不负所 便有劳刘侍女了 娘 娘 娘 仲儿 娘 你病还没好吗 别怕 娘很快就没事了 娘 赶快把这药给喝了吧 娘 仲儿 准备好了吗 我 咱们这就去立正殿 好 一会儿到了立正殿 娘会把这枚戒指交给你 这个时候 你就拿着这枚戒指 跑到一个没有人看到的地方 把它扔了 或是埋进土里 知道了吗 娘 这是在玩游戏吗 对 这是在玩游戏 这是秘密 千万不要和别人提起 好 娘 这药苦得很 你吃块桂花糖就好了 仲儿 以后要治鸡之宝 治冷治暖 照顾好自己 娘 你怎么了呀 你怎么了呀 娘没事 只是有点感触 娘 你若是不想去立正殿 咱们就不去了 咱们这就出发吧 咱们这就出发吧 今日倒是挺顺利的 卫娘 此刻时辰尚早 不如陪朕 去靖出职叛走走吧 咱们这就出发了 娘娘 玉露更好了 陛下先喝了再说 这就出发了 陛下 媚娘心中有一个想法 今日 不如陛下 陪媚娘去一趟立正殿吧 立正殿 此番媚娘 依靠着陛下的维护 顶着群臣的反对 当上了昭仪 很多人看在眼里 未免不舒服吧 若是在仗着陛下的宠爱 不寻力去拜见皇后 未免俱要得太过分了些 我可不想让人家 在背地里议论 说我恃宠而骄呢 也好 咱们这就一家立正殿吧 说起来 立正殿的花园也是一景 值得一看 来